以最直接的感官 帶領大家一同產生連結與共鳴的體驗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 唱 我們的歌流行音樂故事展 用三個樓層 12個展區 14位影演人 110首歌曲 1326件展品 串起跨越世代 台灣與華語流行音樂的過往與未來 告訴民眾 這塊土地的養分 自由是什麼樣子 長勝展的部分 它其實算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講百年流行音樂故事的一個展覽 那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展覽 因為它其實裡面除了 一般你可以看到一些展品以外 我們在四樓 然後也有一個演唱會的體驗區 那它算是台灣唯一一個獨家的一個體驗區 就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例如說 五月天的演出 那它是微期 它是大概是15分鐘的一段演出 那它就是含有 就是整個演唱會裡面 會你會看到的燈光音響 雷射或投影這一類的演出 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張開耳朵打開眼睛 進入流行音樂殿堂 這裡可以令您享受一趟豐富的音樂旅程 最近就是響應政府發放就是六千元嘛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推出一個 從現在開始到六月底 兩個人同行的話 就是只要五百元的一個票價的優惠 如果說就是大家有去就是訂購 就是例如說北北基的一個好玩卡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會有一些特殊的優惠 但目前這個優惠還在洽談中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可能就是 還是跟一般的國人是一樣的費用 這個館比較特別就是大家可以來大廳看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 合理是一個專門做藝術裝置的一個公司 那其實我們就是董事長 黃雲林董事長 然後以及之前的一個就是 呂勝斐執行長呢 他們有為了這個就是內飲幾何的這個藝術裝置 他們有做了一個各有兩首歌 所以每一個小時 他們就會搭配這個內飲幾何的裝置藝術 然後做一些演出 那另外就是在二樓特展廳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會有一些外租的一些單位 例如說像之前就是有一些吉普利的展覽 那或者是說最近就是可能會有一個 五月中左右會有一個表演的演出 那大家都可以來看這樣子 這些歌跨越了世代與時空 打破了國界與城市 在每個人的生命中留下記憶的氣味 記者問君台北不到